药文明和弧谷 阿英 姐妹 早安 多谢主席的介绍 其实我很怕有人介绍我 但是刚刚刚坐在这里听过介绍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人生真的过得很快 而这就过了超过四十年 就好像我们刚刚一起读的今天早上的金句 是我特别检选为今次的令会 作为我们一个约节 一个很主题的经文 虽然是半节 但这个终于浓缩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的感受 这个是比德 试图比德 可能是他的心声 他也事奉多年 如果有读比德的生平的话 相信由他开始跟随主耶稣 到他真的为主殉道那一天 他大概服侍是有四十年 刚刚也是刚才主席说的 我们又是出来做宣教士 今年是做了四十一年 都应该是到殉道的年纪了 但是这个是他的心声 刚才我们读过那个金句 他说什么呢 就是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到如下的光阴 我说过了 在世是我们没得选择的 当我们每一个人有意识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我在世上生活了 但我们有得选择的就是 如何用我们如下的光阴 之前那些我们今天不要想它了 已经过了 坐在那里听道的每一位 今天早上我做广道 你做广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打开圣经 来一起去学习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下 我们剩下的光阴 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我们可以做决定的 所以今天早上无论说的无论听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牵卑在上帝的面前 主要求你给我们聪明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懂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因为如下的不知道多少 今天我们坐在那里精精神神 明年你再听我做广道 可能我会来不到的 走不上来也不奇怪的 或者今天你可以坐在那里听道 可能你在电视机旁 或者在家里面用网络的 参与崇拜的 你今天有精神体力 可以参与崇拜 可以敬拜 但是明年你不知道怎么样 后年不知道怎么样 再过十年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早上 每个人的祷告 我们很想只是从神 在我们生命上的那个心意 叫我们懂得如何到 剩下的光阴 如下的光阴是如何到 所以这次在令会和弟兄姐妹 选择了《比特前书》的两章来学习 第一章和第二章 《比特前书》提醒我们 原来剩下来可以选择性的日子 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数 这个好像在诗篇第九十篇 《摩世》是让我们每一个 读圣经的人叫我们想一想 求神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了智慧的心 因为如果数的时候 就是有数字的 就是有个界限的 在昨天我们第一堂聚会的时候 特别强调和弟兄姐妹说 我们每一个在世上 好像过客那样 圣经提醒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寄居者一样 甚至在第二章开始说 他说我们好像是客女 二章十一节 我们是客女 我们经过而已 这个客女的人生 剩下来是可以数的 数到的 假设你现在是六十岁 如果上帝和你预备了你如下的光阴 你大概是到八十岁 你回天家 你剩下多少 剩下二十年而已 哎呀我都想听一下道先 教会迟些都迟早开的 这样 说一下又过一年了 那你只剩下十九年而已 我们想不到这个pandemic原来这么长 我们在家里坐下坐下坐下几年多了 你说得来的时候 你只剩下十八年而已 你会数一下 十八年之后 都不行的 我的媳妇 我还有想想等他生了他的儿子 我才想 等他生了他儿子的时候 他慢慢地行走的时候 那只剩下两年了 现在只剩下十六年而已 你数一数的时候只剩下十五年 再数十年 求神叫我们懂得怎么数 因为我们世上的日子是剩下来 是过一年是少一岁的 虽然我们过年的时候 经常在公主人 你真是好了 你的孙过一年大一岁 但我们的人生 如果是用今天的经文来比对 我们就过一年是少一岁 所以我们就要把握好我们的时光 在神面前 今天早上听到一样 是要重臣那个心意 叫我们懂得有智慧 是自己决定 怎样可以到如下的光阴 今天早上听到很简单 很容易记得 因为昨天我们第二堂的讯息说到 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在世到如下的光阴 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一样 但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特别简选的 即是上帝在众闻当中 特别简选你出来 你听闻福音你受感动你受改变 整个简选到你得救过程 是三位一体真神 在你生命上最伟大的工程 圣经里面 昨天早上我们记得前书 第一章说到 这是你经父神的在万民当中拣选你 圣灵是帮助你圣结 帮助你成圣 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 但我们成圣是需要下功夫的 上帝没有叫我们一信耶稣 然后就将我们接触到天下 叫我们在世上度日子的时候 让我们不断接受生命的操练 使我们借着圣灵 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 可以成圣将来见主面 这整个工程的基础在哪里 是圣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圣经说 因着我们有顺服 因着我们信 上帝将我们重生出来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灑了补血 下个星期我们再回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慶祝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 因着基督的受苦 因着基督的复活 因着基督的复活 让我们每一人的生命是有根有基 所以我们的盼望 是一个活活的盼望 有根基的盼望 这个盼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而且这个盼望在上帝的永恒里面 保持着我们的盼望 不是世界的保险公司 是神亲自保守着我们的盼望 直至我们见主面为止 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圣经叫这个主要活的盼望 是活的不是死的盼望 这个活的盼望 怎能够持守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有活力 圣经就说 要靠活潑常存的道 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勒住我们自己的腰 好像我们的心 叫我们做决心 跟随主 过一个圣结的生活 昨天下午我没有很大的险 两点多吃完饭 有人说圣结 大半都睡觉了 对不对 那是睡觉时间 但弟兄姊妹都很精神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来 如果我今天可以做个见证 昨天我虽然站在这里讲到 我发觉听到的人都没有什么人欠眼睡 虽然我没有powerpoint powerpoint 没有那么容易欠眼睡 因为你会看到这些样子 但弟兄姊妹都很留心听 虽然讲到圣结 这个一讲起的时候 很多人很怕的 但是昨天我特别强调 圣结这个字原本 是将我们自己分别出来 很多人跟随世界很多不同的观念 很多的偶像 圣结就是从今天起 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分别出来 我们正是跟随耶稣 正是跟随耶稣 正是跟随耶稣 会面对人生很多挑战 所以我们就要靠着那个活潑常存的道 道了三个意义 是福音 道弟的意义是基督他自己 道第三个意义是上帝的话语 截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今天早上你就要记住了 我们有以下的形象 我们是一个财生的婴孩一样 渴无灵乃 婴孩是很圈卑的 婴孩是很轻的 他不是吃干粮 他只是喝奶 如果你这里有些母亲 有些是年轻的母亲 做个母亲 你生了个婴孩出来 他日夜只睡在这里 只想喝奶 喝完奶就睡觉了 你再不让奶喝 他会哭的 他还有没有话说的 没话说的 财生的婴孩是不说话的 只是吸收灵奶 是一个谦卑的形象 这是第一个形象 我们会成长的 灵奶吸收的时候 进入它的血管也好 各种系统也好 它慢慢会成长 灵奶和其他听的知识不同 知识好像我们手机的资讯 你不断听那些资讯 看来看去 似是而非的 几十年前就说吃鸡蛋 不吃得鸡蛋王 十几年又说吃得鸡蛋王 接着又说不吃得 接着又说吃得 吃得和不吃得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灵奶是上帝的说话 是活泼常存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当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去第二个角色 在今年早上要听清楚 你就变成一块活石一样 活石是硬的 活石是坚持来的 石其实不是很好 但是圣经里面加了一个活字 Living stone 这个活石像基督一样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刚才的姐妹带领我们读过的经文 然后我们在今天早上的二章第四节 即是第一节的经文 主乃活石 耶稣基督是活石 所以我们也是活石 耶稣基督是头一块房角的石 它是基础来的 一切信徒我们信仰生活根基的基础 基督是我们的基础 所以我们的教会高举的是指后基督 我们跟随的是指后基督 基督是活石 所以我们是活石 我们会由财生的婴孩 一个谦卑的婴孩 变成活石 这个都很过人的 听到这里都是想自己的 原来我是被拣损的 上帝是被拣损我的 原来我人生是客女 原来我是财生的婴孩一样 慢慢会成长 圣灵会帮我们 原来我是活石 因为基督是活石 所以我就是活石 然后你就会增大了 全部活石加起来 原来是有责任的 我们这个活石一起 会制造上帝的灵工 再听一次 由活石变成灵工 是集体的 即是说不是你一个人 是所有的活石加起来 是建立上帝的宫 宫殿一样 我们今天坐在灵工里面 这个宫殿加了一个字 是一个灵字 这个灵不是圆圈的灵 这个灵是代表上帝在我们中间 是上帝的宫殿 我们原来大家一起 要建立上帝的宫殿 我知道你们教会 今年主题 讲到教会好像会莫 那样 要扩展整个会莫 要钉紧的缺子 教会准备要增长 我提到你们教会 牧者好像带领大家 是独师到行转的 教会要扩展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上帝的灵工 为什么要建立上帝的灵工 建立上帝的灵工 让我们完成这个工程之后 就变成好像灵祭一样 献给上帝 这个在第五节 二章第五节 好像一个祭物一样 大家一起献给上帝 让神在我们当中 祷神的喜悦 还有得到上帝 在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赞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亮善和忠心 上帝借着我们这样摆上帝 上帝就得到当得的荣耀 还有一个过程 过程里面 今天早上我不会花时间解释那四个身份 所有浸讯会的会友都很熟悉 你要记住 你们有四个身份 因为你们是被简宣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经的国道 是属神的子民 这四个身份不解释 大家都很熟悉 这四个身份是做什么 就是今天教会主力做 留在这里做 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 在四章第九节 他说我们要宣扬那个 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 宣扬上帝的美德 宣扬上帝的属性 要人认识上帝 大家要留意 我们做宣扬开始 如果你自己的圣经看下去 在二章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 由十一节开始 原来我们会面对属灵的争战 面对难处 面对苦难的 面对挑战 今天早上听到就是这样 第一 原来我们是baby 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财生的婴儿 漸漸我们要做活食 这个活食要加上其他弟兄姊妹 我们要创造上帝的灵工 做这个灵工要怎么做呢 做这个灵工将来要成为一个灵制一样 一起献给上帝 讨上帝的喜悦 让上帝得荣耀 但在做过程里面 大家要集体一起 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 我们要宣扬这位上帝的恩典 直到见主面 不过做的时候你要留意 你会面对苦难 会面对挑战 稍后会解释 在比较前书一共有五章 每一章都有讲苦难 每一章都有讲蠟 今天你要记得 我们是婴孩 是财生的婴孩一样 我们渴慕灵乃 我们谦卑 我们柔和 我们单纯 我们清心 但每一个人都要注意 我们已经把自己完全取配给上帝的人一样 是上帝把我们重生出来 活佩上传的道 是提醒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儿女 你是饮灵乃长大 是神的话语长大 是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很多人的人生里面 最大的痛苦 就是有三个字 你要记住 就是我以为 写筆记的那些 麻烦你写在自己的手上 很多人生的苦难和痛苦 就是这三个字 我以为 我做忠心 我以为我这么爱你 想不到你这样对我 所以有些人会怒气 我以为我在教会里面 武功都有劳 人人不做的时候 我一个人都做了 但现在竟然会忘记我 我起床说话的时候 你不听 我以为以前我是你主学老师 现在我起床说话 竟然你反我 很多人生的负担在我以为里面 我以为我卖了一间屋 把我儿子和媳妇 把钱加上来买了一间大屋 我儿子和媳妇将来会养我的 我以为我儿子和媳妇 我以为我儿子和媳妇 将来会陪着我一起 帮助我养老 谁知我家屋 怎料你进入房子后 没多久 他便会安排你住老人房子 这是你以为的 人生很多的苦难和重担 在我以为这三个字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将上帝活潑常传的道 放在我们里面 常传的只有上帝的说话 我只是听上帝的说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上帝的人 我们听的只是上帝 不要只是靠自己以为 你自己以为很多东西都是错的 都是你自己想的 是一厢情愿 我们要离开一厢情愿 我们从此长大的脱去旧时的人 换上新的人 是让耶稣的穿在我们的生命里 由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不再以为我自己 是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生命 我成长以来 我要像基督一样 所以今天早上你读的经文就是 主乃活石 你就是活石 你是像基督的 所以有人问你 你是属什么的 你是属狗 你是属老虎 你是属猫 我们只是属神的 我们只有一个生肖 我们没有十二生肖 所有信耶稣的人 我们只有一个生肖 我们是属神的 你看看在 在使徒行转 我们最近教会是读使徒行转 是不是 我们读使徒行转的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以前叫做素罗 是逼迫教会的 他逼迫信徒去坐牢 逼迫他们 甚至亲眼看着 有执事被石头打死 他很开心 是不是 他逼迫神的教会 逼迫基督徒 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他在大马式的路上的时候 圣经就说他遇到耶稣 当时他跌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就问你是谁 你看上帝怎么回答 我就是你常常逼迫那位耶稣 我相信当时 当时素罗他想 我没有逼迫过你耶稣 我逼迫过那些基督徒而已 耶稣当时怎么说 素罗素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原来逼迫信徒 就等于逼迫耶稣一样 原来你是耶稣的代表 你有没有留意过经文 当时耶稣和素罗那个 素罗素罗 为什么你要逼迫我的门徒 不是这么说 耶稣是说 素罗素罗 为什么你逼迫我 我想素罗当时说 耶稣你是什么 我没有逼迫过你 我只是逼迫信耶稣 原来每一个信耶稣 财生出来的婴孩 主乃活石 你就是活石 我记得在这间教会里面 曾经放过 一个影片给大家看 我今天的世人 是见不到肉身的耶稣 只是见到耶稣基督的儿女 你和我 我们每一个都是活石 他们逼迫我 原来就等于逼迫耶稣 我们是大耶稣的代表人 所以我们就试图行转 一章第八节 我们说是 大事命里面的第五次讲的 四次大事命在四个福音里面都有讲 第五次大事命在试图行转 一章第八节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 撒马尼亚 直到地极 做什么 做我的 见证 就是说每一个 称为耶稣基督 活石 你站着就是耶稣的见证人 我们的生命原来这么重要的 虽然是过客 昨天早上我曾经讲过 我们虽然是过客 但我们不是流浪汉 我们不是睡街的人 虽然我们是客女 虽然我们是寄居者 但我们的生命原来 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是活石 每一个是代表 所以不能够 忘记了我们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体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重价 买回来的 我希望在下个礼拜开始 现在很多教会 宣讲 什么仇虎期 叫我们默想 你细心多默想 耶稣基督的生命 如何为我们拜上 今天我们就要配合 在耶稣基督的生命 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很疼你 人家见不到耶稣 人家见到你 所以我们每一个配合的人 我们大家就由 单一个个体 我们配搭 而成为圣经 要被我们挑战 我们配搭成一起 由个体变成一个摘体 就是圣经里面的第 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第五节 对不起 第二章第五节 而第五节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一起 一起 配搭一起 去建立一个灵宫 建立上帝 可以荣耀上帝一个灵宫 我们就要记住 因为不仅是你单的一块研石 我们要加上一块研石 我们要加上一起去建立灵宫 我们就尽量在灵宫里面 随去以下这三个字 刚才给了那三个字 我们不要经常都想着 我以为 我以为 就带来人生很多重疤 他不记得了 你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要想清楚 上帝怎样说 我们就怎样做 不是靠自己 感觉 第三个字 另外那三个字 如果你要建立上帝的灵宫 就要离开以下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在教会里很怕 尤其是开那些月会 最怕听的人说这三个字 我写不记得去写 就是我觉得 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最近在 其实几年前 大陆的教会介绍 我做港员都是说 感谢神有一个老牧师在我们中间 他不记得我叫刘牧师 我不是老牧师 原来做了做了 变成了一个老牧师 变成了一个老牧师 到底指会不知道 我们现在外形 头发又没有 张牧师那么多 走的时候 这些到底指会不知道 是左右扶着我走的 既然他们这样扶着我走 我都要扮成自己弱一点 你走得这么快 不要看 他说 这个被子就是那个鸟野野行 我现在变成了野野 就是流野野 很尊敬我们 扶着我们 知道吗 他越老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好像觉得自己有些似老迈老的时候 一开月会的时候 就很怕听到人家说这几句话 我觉得 我觉得 但是人老的时候 就很容易教会请你做顾问牧师 我不知道 张牧师做了多少顾问牧师 做顾问牧师 就是教会开会很紧张 就要找个顾问牧师坐在那里 坐阵 我经常听到很多教会争执 就是来自 我觉得 这三个字 我见过教会 其实他们为了教会 有什么颜色 授权了教会的执事会 执事会你也知道 执事会是选出来的 执事之后 有什么颜色 这些是工程组的 接着他们又授权 给一个工程小组 去做研究 研究开会 开了的时候 决定了把教会 由粉蓝色 不是加拿大教会 你不用想 是香港的教会 他们由粉蓝色 由粉蓝色的时候 最后决定由粉蓝色的时候 开会后就通过了 因为搞了年纪 报告了 但是拿了一些单据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起床 他平时都没有回来开会 整年多没有回来开会 那天他开会 他起床 他说 我觉得粉蓝色不好看 那就辛苦了 整个小组回去重新再谈 你老人家喜欢什么色 他说 我喜欢蛋黄色 因为蛋黄色比较活潑 整个小组回去又开会 蛋黄色重新搞 整个小组 说完蛋黄色那个 下次开会谈的时候 他说没有回来 但是准备决定的时候 又一个又是从来不回来 他说 我觉得蛋黄色不好看 好像洗手间的颜色 他说我喜欢环保 我喜欢要眉绿色 我回去又要开会了 帝兄姊妹原来有墓墙 都比几个 我觉得 有时间都开不完 然后最后这个小组决定 他们辞职不再做 他说搞了两年 每次有人起床说 我觉得 最后就有愁谈过 他说我们聊了两年多 我交给你们决定 为什么我说到这句话 特别要提醒 帝兄姊妹 我们经常都不记得了 原来我们每一次开会之前都有祈祷 祈祷不是例行公事 我们选执事的时候 祈祷的 主要求你 真的带领 感动帝兄姊妹 然后我们交托了 我们交托给你 然后我们一起叫了 阿门 阿门意思就是说 我将所有交托的东西 上帝如何带领 我们就心悦成福 完全顺服在上帝里面 建立灵宫是这样建的 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宫殿 我们做了一个属灵的过程 就是大家一起祈祷交托的 开会的时候要祈祷 结束的时候要祈祷 这个不是例行公事 因为这间不是普通的社团 这是属于奉主耶稣的名建立的教会 灵宫来的 我们交托完之后 原来真的出现了几个弟兄姊妹 成为了执事 他们开执事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又祈祷了 主要我们准备 教会要由新的有 换过不同的颜色 祈祷完祷之后 交托给上帝 然后上帝真的感动了 授权了一个小组 授权之后 他们又祈祷了 祈祷了一年之后 他们决定又粉蓝色 想不到就是一群 我觉得 有头做过了 原来我觉得很危险的 我可以做一个见证给弟兄姊妹听 不讲中国哪个省份 筹了一大笔钱 几个团体一起 为了中国某一个地方 建了一间圣经学院 我们觉得自己都错了 你知道 我们去看这间圣经学院开幕的时候 建好了 几个同工一起去 给了钱的 看一间圣经学院 我们去到一间圣经学院看到 建好的圣经学院 一看 全间圣经学院有粉红色 我们没有搞错 没见过 圣经学院 应该很文雅的 为什么有一间好像夜总会那样 粉红色的圣经学院 我们自己吓了一跳 因为在那里撒冷 我们几个同工都说 我觉得这么不对 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差不多想和当地 搞什么用 我们这么多钱 建一间粉红色的圣经学院 后来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都是错的 原来我觉得 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学院 其实建的过程里面 是很多人做过祈祷 我们发现原来 他们建的时候 当时我们给的经费 其实很有限 弟兄姊妹经了很多 吐告之后 他们找到一批最便宜的油 他们相信这些油是最内容的 为什么特便特内容呢 是因为这批油很难用的 就是粉红色的 所以他就游了上去 是不是 那又有个功能的 你理得他什么颜色 不过是我们自己 觉得不妥 我们不记得了 尊重对方 经过吐告和交堂 我们觉得不妥 后来这间粉红色的圣经学院 成为了当地的地标 他们叫那间叫粉红屋 当地那些不信的人 就说 如果有什么灾难要扶贫 那个粉红屋里面 外面那些人 特别有爱心的 你可以排队那里拿东西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神学生 里面全部都是传道同工 当地所有的屋都是灰灰 黄黄 只有一间很特别的粉红色 成为了当地的标记 弟兄姊妹 我们错 我们几个童工当时 不应该用我觉得 这么快就判断 所以弟兄姊妹说到这里 你要明白 建立上帝的灵工 我们记住 这个是熟灵的群体 我们有了熟灵的动作 不是那些简单的program 熟灵的动作就是每一次 我们都经过祷告 开始 和结束都有祷告 祷告之后 我们大家都交托了给上帝 上帝才是主 不是我们自己 我觉得做主 不再有我觉得的了 我们大家都顺服在上帝的大力里面 这样的灵工才能 建立起上来 建立出灵工是要成为灵制的 这个灵制是欠给上帝的 灵制欠给上帝 是要上帝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的 圣经里面有特别的强调 我们要上帝得荣耀就是 我们集体整个的教会 做什么呢 是要一起去全阳那位 带领我们 召我们出黑暗 进入奇妙光明的那位真神 那位三位一体 拯救我们的真神的美德 就是我们见证这个上帝的美德 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份的 我不知道昨天下周分组的时候 每个人去计划自己 理想的下半生是怎样做的 但是我们将 站入这间教会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有份 是其中一块活石 一起建立这个灵工 为了要见证上帝 每个人都有份做 但是做的时候 圣经又提醒我们了 如果是你自己圣经的 你看到第二章 一读完这段经文 下面由十一节开始讲 你要小心 要面对 灵魂的争战 这章是第十一节讲的 不单止面对灵魂的争战 你要准备 接受 这个冤屈的苦楚 第十九节 是圣经里面这样写的 而且你要知道 行善都会受苦的 这是第十九节里面 连续讲两次 二十一节我们很熟悉的 提醒我们蒙召 原事为此 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过苦 他向我们留下了他的榜样 叫我们跟随基督 受苦的榜样 所以 我们经常背的经文 二章二十一节 好叫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 原来我们一说 愿意建立上帝的灵工 愿意传扬上帝的美德的时候 这样用我们下半身 到我们如下光阴的时候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的灵魂会面对争战 甚至在 刚才我们读的是二章第十五节 我们会见到一些 糊涂无知的人 令你很烦 很多人都说 我们不怕恶的人 最怕那些蠢的人 令你很烦 原来做过程里面 我们会灵魂面对争战 我们在第十五节讲到 会见到一些糊涂无知的人 第十九节刚才讲过 我们的冤屈 我们会接受苦楚 甚至虽然我们行善 第十节 我们会受苦 所以那些留意读 《彼得传书》一共有五章 每一章 都说会在 苦难里面 挑战 我们的生命 这个先子声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救是白白 但是成性是经过操练 圣灵会带领我们在成性的过程里面 不断接受操练 第一章第六节讲到我们会面对白般的试炼 但是这个试炼经过之后 金子经过试炼之后 还要美 还要美 这是第一章 二章二十一节刚才讲过 我们蒙照 都是为了受苦一样的 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 叫我们可以完全跟随他的脚中行 第三章 第十四节说了 为二人受苦是有福的 我们大家都想做二人 因为我们是白白清义的 你要准备接受受苦 四章第一节 叫我们将受苦作为兵器 第五章第九节提醒我们 魔鬼像咆哮的狮子 在四维游行 是要拆毁我们很多的建造 兄姐妹 五章的《彼得前书》 每一章都提醒了我们 有争战 有苦难 有困难 如果我们不懂得 如何处理这个争战 一想说建造灵弓 我们就会被拆毁 今天有时见到最难过的就是 羊圈里面 羊与羊之间 彼此消耗了互相的精神和体力 常常就将两个 重点的字 放在教会的生命里面 一个就是我以为 一个就是我觉得 忘记了上帝在中间才是王 这个灵弓是为他的缘故 常常在自己里面 互相消耗里面 让教会很难成长 但是兄姊妹原来 苦难和挑战 带给我们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这是我最近在一个讲座里面听到的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讲宣教的话 我比较熟悉一点的就是宣教和宣教士 我们知道在19世纪 宣教是大部分宣教士是来自欧洲 特别是英国 德国都有 瑞士有宣教士 挪威有宣教士 瑞典有宣教士 来自欧洲 20世纪的宣教士来自美洲 很多美国的宣教士 当然包括澳洲 包括纽西兰 但是大约21世纪 我们在宣教行列里面 当我们去每一个宣教地的时候 通常有两个组织是比我们的宣教士去到的 这两个组织一个就是可口可乐 你没开的时候可乐厂在那里开的 一定比我们的 所以我亲眼看着第一间在基库 打仗打到七彩那里 第一间 可口可乐厂 开了之后 在那里的人喝可口可乐的那种快乐程度 第二就是 韩国的宣教士的出现 虽然我们曾经有人说过 21世纪是我们中国的年代 但是我们做宣教士的行列知道 21世纪我们去每一个宣教地 我们宣教士未到 一定有一个国家的宣教士比我们更快 就是韩国的宣教士 有些人问为什么 在亚洲那么多国家 他们都是亚洲人 为什么他们的宣教能够这么盛行 他们那么爱主的 他好像不怕死的 去到最艰难的地方出现的都是韩国的宣教士 最近我就听一个 是韩国的 对各样的残害 坐牢 很大的苦难 像火一样经过试炼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韩国其实是最早宣教士入境 在我们中国清朝时期 就有宣教士进入韩国 那时候是1884年 最早期宣教士进入韩国 在1907年 韩国的教会大复兴 平阳四伐一人是基督徒 平阳当时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 今天金正恩 的祖母 即是金日成的太太 他国母 国父国母 金日成的太太是教会的长老 他妈妈是教会的长老 他的教会是教会的牧师 经历过很大的复兴 但是可惜 在1910年开始 接受日本统治 整个教会面对 火一般的试炼 受很大的苦楚 他说原来经过苦楚之后 韩国教会在49年 重新开放之后 经过火一样的苦楚之后 苦楚训练之后 他们学会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我就是在结束的时候 想教会记住要建立灵功 我们都会面对挑战面对苦楚 甚至在 《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 魔鬼不会放弃我们 他好像那些敲叫的狮子在我们当中游行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着所有的活石 要牵手要建立上帝的灵功 但是我们会面对挑战面对苦楚 韩国教会这个联盟的主席说 苦楚带来他们学会三样东西 第一 是联敏 第二 是欢容 第三 是分享 我想听姊妹记住这三样东西 我们会面对挑战的 就算昨天你听到之后 我想过我生命怎样用 我怎样用我余下的光音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和苦楚 有难处的 下个礼拜就有受难节 我们思想一下基督为我们受苦 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里面 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蒙照原事为止 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过苦 为我们留下榜样 叫我们跟随基督受苦的脚中行 当你这样行的时候 经历各样的挑战和试炼 我们就学会三样东西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怜悯 联敏英文叫 Compassion 是来自两个拉丁文 一个com 即是共同 passion本来是热情的 但passion其实拉丁文 passion这个字呢 是解苦难 是来自一个希腊文的 Pathos 是吧 Pathos Pathos 共同受苦 受过苦难的人就懂得 怎样跟人共同受苦 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在我们教会演案 我们看到的所有案神的形象 做的人 他们身受苦难的时候 我们都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要有compassion 要有怜悯 要有怜悯的心 第二 宽容 自己受过苦难的人就学会 宽容其他人 刚才我们说过 初初原来我们整班做错 见到人游了个粉红色的 圣经学院 我们最先就不能宽容 经过人生的挑战之后 学会宽容 不用那么怒气 开会可以客气 学一下欣赏 学一下接临 学一下 胸襟阔一点 不用那么快那么激气 有时候怒气激气 我昨天都说过 把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我这么怒气 他错 他错了你为什么 自己惩罚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拍摊抬椅 扔心口 睡不着觉 坑头埋墙 你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 所以第二个学识 就是宽容 弟兄姊姆要予此宽容 第三是什么 分享 把你手上所有的东西 很愿意分享出去 不要跟跟计教 哎呀我们教会这样不行的 我在廖刀节分享过 有一间教会 建好之后 他们非用没有地方 崇拜 想向教会借 教会不借 怕他们骚髒 最怕他们骚髒了我们教会 又要洗又要抹 他忘了 教会不是他的 他说我以为这间教会是我的 我觉得他们很骚髒 一个我以为 一个我觉得 我们将全部人拒之门外 我们忘记了 我们建立灵宫是什么 他们进来是敬拜 所以弟兄姊姆 我们学会 把手上所有的东西 分享出去 我们手上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我们 我们只不过是客女 我们只不过是寄居 甚至你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你的 是上帝 是白白赏赐给你的 所以结束了 弟兄姊姆记住这三样东西 建立上帝的灵宫 我们会面对挑战和苦难 我们从韩国教里面学这三样东西 好吗 学会联敏 学会欢容 学会分享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个狗狗 请主耶稣我们祷告 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在我们心灵里面 吹逼我们 感动我们 提醒我们 主要有赐给我们一个信服 你的心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是为了我们可以建立上帝这个灵宫 能够好像灵济一样 呈现上帝 的面前 好叫神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借着我们整个教会 弟兄姊妹的同心合意 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 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 每一个的决定 我们愿意圣灵在当中 加上我们的引导 和赐福 我们这样祈祷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